为响应六三世界自行车日 并让更多民众以不一样的方式认识台北这座城市 台北市交通局推出台北旗域二部曲预见好景活动 民众只要骑乘自行车到指定站点拍照上传脸书 并完成标记 现场即可免费获得限量台北旗域独家纪念品一份 还有机会把五星级饭店餐券带回家 市交通局从111年推出我们台北旗域三部曲的一个活动 然后首部曲预见好里已经在4月22号开始推动 那统计4月22号到5月16号这中间 总共有1045人来参与我们这一个活动 那也累积了5万公里以上的骑乘里程 然后二部曲我们为了响应六三世界自行车日 那推出了二部曲预见好里的活动 即将在5月30到6月24号这期间来做一个登场 那民众只要在这段期间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12点的时间 在台北市的指定的这个节点上面 我们会设置可爱风的拍照墙 那骑乘自行车的民众经过这些站点 只要跟自行车还有我们拍照墙做一个合影的话 上传个人脸书标注台北交通大家谈粉丝专业跟两位好友 就有办法现场获得我们免费的台北区域纪念品的部分 那每日限量100份送完为止 那我们拍照墙的地点呢 第一周是在我们捷运原山站1号出口 第二周在捷运台北101世贸站5号出口 第三周在我们捷运台北小区旦站2号出口 第四周在我们的永乐市场 那另外为了鼓励民众参与 我们也提供了在街在地集点卡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民众到了拍照墙的现场 遇到了纪念品已经发送完毕 那只要在当天活动时间结束之前 拍照上传完成相关的指定动作 那现场工作人员也会给予集点卡跟集点的贴纸 集满4点呢 并填写一些完整的联络资料 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 那另外我们还有搭配真文的活动 5月30到6月30号阶段期间 只要上传自行车跟拍照墙的合照 然后到我们台北交通大家谈 粉丝专业的专属贴文 来分享50字的奇遇故事 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 可以来抽取我们的好礼 交通局表示台北奇遇系列活动首部曲 遇见好礼 同步进行至111年10月21日 欢迎全民一起落实绿色生活 在享受骑程自行车的乐趣同时 遇见好人好事与好景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 Final Fantasyople 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